神赐给教会两个礼物 非常重要的礼物 第一是什么 第一是圣经 今天多少人翻开圣经来认识神 各位 很多人只喜欢听道 只喜欢读文章 对不对 基督教文章 当然这些也是蒙恩的人写的 讲的 这些你听了道 你要读圣经 你读了文章 你要读圣经 一切的这些属灵书籍 讲道都是要指向圣经 这是第一 神给教会最好的礼物 就是圣经 所以为什么初代改革时代 就是改革家 像马丁路德这样的 他们流血 流汉 就是要让平民百姓 能够读圣经 有这么多的翻译 像William Tindale这样的人 把它翻译成英文 就是要让人能够读圣经 对不对 现在有这么多圣经 家里这么多圣经 去酒店也有圣经 但是人没有读圣经 对不对 第二 各位 神给教会的第二个礼物是什么 就是能够打开解释 就是能够打开解释传讲 应用圣经真理的牧师和教师 各位 牧师和教师不是来做行政工作 不是来教会里面来开灯 关灯 然后在教会里面 找人骂什么 管一些 这些也有 这些我们监督们 其实有时候 大家没有人做的时候 我们做倒垃圾 我们也可以做的 但是我们的基本的本分 我们最要关注的东西 是要翻开讲解圣经 各位了解吗 这是最重要的 你留意 各位 看 当我们看这个 伊索皮亚太监身上 神所预备的一切的时候 你看到神给他 也是预备他两样东西 给他 第一是什么 第一就是 这个伊萨亚书卷 他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 他得到这个书卷 他愿意要读 今天我说了 书局里面很多圣经 很多种翻译 主要是人有没有读 我每次跟我的孩子说 因为他们是基督教家庭长大 我一看他们没有读圣经的时候 我就讲他们 我说你们有没有读圣经 你们不能单靠来教会 年轻人的团契这些东西 你如果没有读圣经 虽然你到教会去 但是你几乎是像一个外邦人一样的 你的价值理念 你的道德理念 你生命的目标方法 几乎和世人一样的 你要得的和世人要得的是一样的 你怕失去的跟世人怕失去的东西 差不多一样的 没有错 你说有些人读了圣经 还是一样糟糕 但是那个是心术的问题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这个世界有心术有问题的人 他们不管怎样 对不对 甚至主耶稣 道成肉身 也会有一个犹大 他听到 所有的讲道了 还是不信 这是心术的问题 但是我们不能用这些例子 来告诉我们 神的话没有用 读不读都一样 我们不能这样讲 对不对 为什么把他的圣经启示 所以我们不能单单靠一个团契生活 团契 大家是喜欢 开心 互动 有亲和力 所以不喜欢这些东西 但是关系 你没有主的话 很快就会出现问题 或者就是表面留在人的层次 然后你们就会看见那种关系是什么 大家吃啊 很开心 玩啊 出国很开心 一听到睡觉 如果你带领的小组是这样 你要担心 我跟各位说 你要担心 我每次跟组长们讲这个东西 你的 你的 小组员的数字 不在于在一起的时候多开心 乃是在一起因什么东西来开心 这句话很重要 请大家去想这个东西 神给教会最重要的礼物是圣经 神给这个太监 最重要的礼物就是 他手中现在拿的这个书卷 以赛亚书卷 但是神还给他另外一个礼物是什么 就是非力之士 特别叫非力 这么大老远的走旷野路 预备他来给他解经 给他解释这个经文 所以教会里能够教导 解释圣经 从圣经里面来传耶稣 把神的道的中心 就是福音传得清楚的 这是很重要的 一个教会的蒙恩蒙爱 就在于有这样的传道人 这样的牧师长老传道 起来 每周打开圣经 教导 然后借着神的道来牧养 连牧养弟兄姐妹 也不是只有抱抱他 然后给他一点安慰 这样不是你知道的 人的生命里面 你要把他的渔蒙赶出去的时候 把他的心一夺回 你不能用其他的兵器 只有属灵的兵器就是圣经 但是现在你要怎么用 这个神的话要成为圣灵的宝剑 你们明白吗 有时候是真理塑腰 是真理 但是有时候在引用的时候 圣灵的宝剑 置入 用神的话的一句怎么应用 在他的情况的时候 他觉悟 或者他安慰 他有方向 他知道怎么看自己的问题 那他就会站起来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 神给我们 做传道人的最重要的恩赐 也是我们传道人 昼夜要追求的那个恩赐来的 所以我们教会是多么讲究 神的话语的传讲 如果你说这个教会没有传讲神的话 我不知道 那你还要什么东西了 我不知道了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流血流汗 天天就是预备信息 几乎现在天天讲道 对不对 你们看 其实都是为了什么 就是要你们明白神的话 我自己呢 在外面接触很多的教会 其实呢 你在教会里面 你要找到有爱心的人 是很容易的 找到愿意热心服侍主的人 更容易 到处都有 教会里面呢 有很多小组长 到每一个教会去 牧师说 我们教会有二十个小组长 我们教会有三十个小组长 但是呢 他们做什么 后来问问问就知道 连能够翻开圣经 讲解圣经的 一两位都没有 那小组长呢 就变成搞活动 搞BBQ 然后呢 幸福小组买礼物 哇 这个东西做得太厉害了 非常有恩赐 但是可以静下心 翻开圣经来预备信息的 其实做不到 所以一个教会的数字呢 就在于有多少人 能翻开圣经 来教导与传讲 耶稣 但是我说到这边 我也不能骄傲 你只有会教导 圣经好像很厉害 但是你活不出 圣经的主角 就是我们主耶稣 基督的话 那你就会发现 有另外一种 属灵的骄傲 又会出来 那也不是神的心意 但是我今天要说的 腓立之师 从圣经里面 给这个太监 传讲耶稣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 要追求的 这也是这个教会 继续要追求 要祷告的地方 谢谢大家